因為陳時中確診以後 這個引爆PTT網友熱議 其中多數網友一面倒的酸 陳時中是否想轉跑道去參選 臺北市長了 鄉民暴動了 然後因為網路上出現酸言酸語 所以澄清醫院胸腔外科組織醫師杜成澤 在臉書發文說 他不認為可以因為誰確診而高興 更不應該詛咒他人重症 就抓 網路上永現侏儒病毒加油 他們一個都比少 有重症的話就太好了 舉國歡騰 示範一下二十四小時之內 消失在地球上等這類酸言酸語 這個杜醫師說大可不必 那麼我們再看網路上 請大家看 這個是寫的到底是因為預知到自己會確診 所以預告停開記者會還是一放假就碰巧染疫 這病毒也真會挑時間 這個晚上是什麼晚上要算了 沒有什麼人會預知到自己會確診 所以預告說停開記者會呢 這一個竟然說這個叫做助死亡加一 助死亡加一快訓陳時中快篩陽確診 居家照護中助死亡加一 那這個是鄭客爽 陳時中確診 臺北新選擇專業報數 紅酒大師非中不投無中送投 陳時中臨近動 那這個叫做韓黑父母這個不崩潰 他說時中縣兩南 若就此順路落跑 等於跟辭職下臺一樣糟 而且還是被病毒打敗才離開指揮中心 若七天後回到指揮中心 往後恐再也找不到更好落跑的機會了 然後呢 這一個反民進黨粉絲團 說他打的AZAZ加高高端是罪弱組合 然後這一個講說時中確診 我想請教一下明鳳 是什麼樣的人會很心態 我覺得這種人真的是不可取 非常的就我覺得確診是每個人都不可不希望遇到的 而且是不可預測的 譬如說你莫名其妙你就遇到一個人 然後你過兩三天你就覺得確診了 那個大家怎麼會可能預測得到呢 而且說實在的 陳時中也許這一波疫情上面還沒有結束 他有一些點可能是被大家討論的點沒有錯 但是他前兩年的防疫成績大概是怎麼樣 大家前兩年活這麼愉快 這麼快活是要趕曬血 趕曬血誰呢 對所以我覺得就是說這些人就是有點 我們不求他說要感謝這個陳時中防疫如何的苦勞 如何的辛苦等等有沒有成績或怎樣 但你至少不要詛咒一個人去到什麼 跟什麼確診人數或死亡人數加一什麼之類 或是把他矮化成為 助死亡加一 對 把他矮化成為暴數人員 我覺得陳時中在暴數人員嗎 陳時中在記者會上面 如果詳細聽的話 你根本你就知道他不是只有在暴數而已 他有詳細的化解很多的疑問 然後有很多的政策說明 所以我覺得台灣人有這麼惡毒嗎 我真的我覺得不敢相信 這個是台灣人的粉磚寫 可以寫出來的東西 過去台灣人的社會 不管我是有多討厭黃子澤 或是我有多討厭誰 我總共黃子澤得病的時候 我要助黃子澤怎麼樣 我覺得是基本的人情道理 所以我不相信這些粉磚的人 到底是一個出於一個什麼心態 而且我覺得陳時中也不會 藉著自己確診 然後就說我就去轉去選舉了 那不是更糟糕嗎 我覺得這些人是不是害怕 陳時中選舉害怕死了 所以才自己覺得自己內心很恐懼 然後趕快詛咒他幹嘛了 所以我告訴你 陳時中七天之後 要選舉也是會陣陣當當的 通過民進黨的選對會 出來提名 然後公開宣布 像大家說我選舉 我陳時中絕對不會像這樣 我確診了 我落跑 然後我去選舉 這是誰的作為 這是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父 只有你們這些人 小人可能才有可能這樣子做嘛 所以我覺得這臺灣社會 我當然覺得說你當然 這無關不好 有些不好的東西 提出建議 提出批評可以 但是不要這個壞了所謂 臺灣的人情味跟社會的 那個善良之心 那像蔣萬安 蔣萬安也是確診過 那請問民進黨的粉專 對蔣萬安有這樣嗎 應該沒有吧 對啊 沒有人聽到 對蔣萬安怎樣 那黃燊也確診過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陳時中要參加 臺灣市長選舉 就是三個人都剛好確診而已 那只是這樣開個玩笑 也許可以 但是你說到什麼 死亡家 我覺得那個都是沒有 臺灣社會沒有辦法接受的 這裡還有一個叫反綠營聯盟 今天最療癒的新聞 惡人自有惡人膜 因果報應 不是不報 時候未到 陳時中確診 他哪是惡人 他做了那麼多善事 我求求你好不好 惡人是真的 一天到晚 他看到陳時中確診 竟然是最療癒的 對啊 2002年 那些人才叫惡人 他在電視上罵人的 才叫惡人 其實我覺得以陳時中 兩年半以來 每天超時工作 加上他常常進出這種所謂 比較高風險的區域 我覺得他能撐到現在才確診 表示他個人防疫 其實做得還蠻確實的 我本來以為他會更早就確診 我覺得我們臺灣人 普遍有一個道德的底線 那條底線在哪裡 就是說我雖然討厭你 我不喜歡你 或是我跟你政治立場不同 但是呢 我不會在你生病或是你家發生不幸的時候 去講一些這種尖酸 刻薄沒有人性的話 頂多我就是很不假的 沒有祝你早日康復 就我最多的程度做到 我都不要說話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這些人不是臺灣人 我覺得中國人才會做這種事 我覺得只有中國人會幹這種事 也就是說當你去把沒有人願意生病 當別人生病的時候 你去把他救抓 或是說去嘲笑他 尖酸刻薄去嘲弄他 這已經跨越了臺灣人的道德底線 我不認為這樣的言論 在臺灣會得到支持 就我不管這些人可能有些以前是支持韓國 看起來有些是以前韓粉的社團 那有些可能比較支持國民黨的 但是我也不覺得說你們應該這樣做 因為這是人性的最基本面 就當好 你們這些人 如果今天中國發生了一個不幸的事件 你們是不是搶著說要捐錢 那為什麼中國人你不認識 他們遭遇不幸的時候你要捐錢 對一個大家認識的部長 而且他幫臺灣守住的疫情 你不要這樣 這樣就抓抓 我覺得這些人已經超越道德理論 但是我真的 我要特別 到底有多恨 對 我要特別點一下新北市長侯友宜 你昨天講那兩句話嚴重失言 你說要選臺北市長好像都會確診 陳時中應該不會打一九二二 你覺得陳時中確診你很高興嗎 你沒有必要去酸他 誰 今天侯友宜 你也有可能有一天會見 我說有可能 我不是自己掌握 你也有可能會確診 可是當你自己確診的時候 你希望跟你政治立場不同的人 是這樣子用這種酸言酸語的方式去自己考試嗎 我相信沒有人希望 所以我覺得大家將心比心 今天陳時中確診 他是不是屬於高風險族群 是不是需要開什麼樣的藥物 我覺得有專業的醫師會給他專業的建議 那我也希望部長好好照顧勝利 但是我覺得這些尖酸刻薄這種 甚至我覺得已經沒有人性的話 到此為止臺灣不需要這種非常不好的社會風氣 而且我不認為這樣的社會風氣 他會得到多數人的認同 這是小英總統聽到陳時中確診 他說陳時中擔任指揮官兩年多來 為防疫工作勞心勞力 幾乎未曾休息 你會記得我們連線的王必勝嗎 王必勝說他們都晚上開火開到十一點點 差不多 等到家裡的十二點 幾乎未曾休息 希望陳時中趁此也好好休養 早日康復 那方老師 我希望那個四超貓 趕快發揮你的專業本能 去查查PTT上面這些發言人 他的ID是不是來自於臺北市政府 臺北市的交通局 趕快去查一下 我覺得講這種沒有人性的話 真的是一種極度的仇恨 臺灣人是很善良的 如果你今天任何事情操作過頭了 一定會產生反作用力 反效果 我愛當你